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种种的问题很多 那我现在先来请教我们的都发局的局长 我们现在进度到哪里 这个计划推动的一个关心 那陈如正义所了解 我们大临谱千村推动的工作 就是以尊重我们大临谱乡亲的意愿为基础 来推动 那我们分为三个阶段 那逐步来推动 那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千村医院的调查 那这个也在去年六月完成 那将近接近九成的我们大临谱乡亲 同意来千村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千村筹备规划的这个阶段 那等千村筹备规划的阶段完成之后 才会再进入到千村正式启动的一个阶段 那在千村筹备现在就是在千村筹备规划的一个阶段 那千村筹备的阶段的工作呢 主要分成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由中央 也就是现在虚立机关就是中央的经济部 他来进行有关这个千村安置用地 还有千村经费计划的这个相关的筹备的工作跟协调 那市政府这边来协助就我们这里 所有的地商务的调查的这样的工作 那我想郑月也了解就是我们地商务调查的部分呢 针对私有地商务的调查 已经大概完成九成多了 还有大概约一成多的部分 因为联络商的问题通讯的问题 我们现在公务局跟民政局 正在努力积极在办理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会再进行有关 我重点先了解到这里 等一下再请教你 请坐 你说已经九成左右了 等一下还有一成多 那这个困难点在哪里 以我过去我们看电视 以我们在地方所了解到的 应该是很多不愿意让你们去做查估 那到底是不是重点在这里 而不是你讲的不住在那里 也许有 但是大部分来讲可能是 是不是遇到这个瓶颈 那我记得以前市长 陈菊市长还没有走的时候 他曾经讲 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牵村 那他也没办法牵村 那这一点如果说你们九成了 是不是就留在这个地方 你们要怎么去做 做到大家愿意来 让你们查估 因为我刚讲的 为什么很多人不让你们查估 政府就因为你们的动作 还不到他们认为 让他们认为 市政府中央是真的要为 我们这一群污染地区 做牵村的动作 局长 那这个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困扰 有没有 简单就好 我时间可能来不及 请回答 有没有这个困扰 谢谢主席 谢谢曾议员 那在没有完成的这个部分 那有一部分是有聚房的部分 那有一部分 还是有 还是有一部分 那有 占的比例在这个一层的几% 几层 我现在手边没有看到那个数字 应该是大部分的 这一层多应该是大部分的 那其实有很多部分是 真的 他的房产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的通讯 还有联络地址 所以我们这个区公所也非常用心 用透过健保 户籍 税籍等等 资料去做交叉比对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 他的地址可以找出来 紧速可能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OK好 那你规划筹备是 到2018年底要结束嘛 那这个到年底只剩下7个月 这应该有困难 所以你的2019年要启动千春 在你们原来的计划里头 是2019要千春 可是那个局长 我们中央啊 我们的报纸报导啊 就是说经济部啊 他的时程的千春是在2021年 所以啊我跟你讲 你们老是市政府跟中央经济部 完全常常在那一种 集同压奖的状况之下 让百姓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啊 你们到底是要跟着经济部走 还是按照你们的计划 同样的在108年 开始就做千春的动作嘛 但是我目前看起来 那是还是还不可能啦 那第二个 从千春 讲千春的时候 说经济部啊 同意高雄市的大领埔千春 那个时候就议计 我们的千春的金位是700亿 那后来 呃 这个700亿 应该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是700亿 那后来等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又去呃 讲为600亿 那到最后民调公布了以后 又收减到400亿 那现在又有300亿的收款 真的到底是几亿 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常常在 在提到的一件事情啦 那呃 呃 你们也讲说 等到这个插工完以后 你们要才要提报中央 给经济部 然后那个时候 才要跟中央要钱 一定要让这个查顾动作出来了 到底多少钱 才能跟中央伸手 那这个问题 都还在呃 查顾当中啦 那民众同样的就是在那里 非常的担心啦 因为各位 大家在呃 大临浦沿海地区 都饱受这个污染的 一个伤害 呃 等一下我还会讲到污染的问题啦 那我们私有的这个柱跟商建地 一瓶换一瓶啦 大概呃 你们给我的资料就是52瓶 然后你们整理出来的要搬到中安路那边的也是52瓶 那我们很纳闷啦 那其他的这一些农地啦 还有这个公共设施啦 还有这些庙宇啦 这些学校 我不晓得要摆到哪里去 好像还有大楼 你们也要规划大楼 那这些设施 您到底要摆到哪里 局长你动作快乐跟我讲 请说明 好 谢谢那个曾议员 那我刚才报告过 就是整个大临浦千村的工作 就按这三阶段来进行 目前都是按照这个阶段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会依照这个阶段的部分 那紧速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是第一点的部分 那第二点的部分 我们的千村的地点 是在我们中安路北边 就是早期这个鸿范港千村地区的 那个周围的地方 那些地方现在都是已经完成的一个重化区 包含道路公园都已经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 它不是一个 这个要重新再重新开发的一个地区 所以包含道路公园等的部分都已经完整开辟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包含庙宇的整个在大临浦地区的私有土地 私有包含住上去的土地大约52公群 那大韩包含有里面刚才所提到的部分庙宇 也在这52公群的范围里面 那所以基本上 也我们当初提出给 这个这样的千村的条件就是 私有的住商土地一坪一坪 然后这个建筑物呢全新价格这个补偿的方式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照顾在地乡亲的一个方式 这个我们一定会朝这个原则来跟中央来这个执行争取 至于其他的土地的部分 包含像有大部分大概像农地 或者是这个公共设施用地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农地的部分 也会陆续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调查的作业 这些农地的部分将来就是 以这个优惠协议补偿的方式来处理 以上跟这个箴言来做这样的说明 那不能以那个不够贫数的 他为了能够盖一间房子能够住 他原来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容纳 可是因为建筑力的问题 他到了中安路那边他没有办法 那我问的就是说能不能政府 能够有多出来的土地 让他们可以用买的 跟政府买土地 然后可以盖一间属于他们的房子 但是你们还是说不可以 要让他们去整合一些小的坪树 这个我觉得也有一些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千春 真的还是一个没办法的工作 好 请坐 局长 那我们千春不成 我们最基本有八百八十几只的这个燕葱 我们是不是 環保局也必须在这个污染的工作上 是不是好好的要把关 那我们去年的那个PM10 还有这个PM2.5跟PM10 都是我们全国冠军 那可以说这个悬浮微粒 它是一级的致癌物 它会造成呼吸系统的疾病 还有又发这个哮喘 慢性肺炎 慢性咳嗽 支气管炎 睫毛炎 会发病例增加 种种的病因 那因为PM2.5 它更细的一个悬浮微粒 那它很容易进入呼吸以后 进入到肺部很深的地方 所以它的严重性说真的非常的严重 那豹仔 他说长期暴露在PM2.5的环境 影响精子品质恐怕不孕 高雄人口人数减少 我在想 应该跟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原来高雄市的人口数 是台北市以后就是高雄市 现在变为第三了 被台中市给拼过了 那当然原因很多 这个人口数减少的原因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的处在这种PM2.5 P10那么高的一个危险地区 这个是我们台湾跟香港的专家 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里长提供给我的资料 它是细纤维福利2.5 空污影响精子品质恐不孕 这是研究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希望环保局或者是等一下副市长给我们一个答复 到底要怎么做能够帮忙我们这个PM2.5跟PM10能够降低 那我从资料里头查到就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报导它说环境污染 就是这个PM2.5、PM10 在2012年造成370万人死亡 占全球死亡人数的6.7%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 他说大概有16%又发肺癌 那有13%会又发呼吸道感染 29%又发心脏病 那等一下我们请是不是环保局局长 你要怎么做能够让我们这一些续境 这一些污染能够降到最低 降到让我们住在小港地区也好 住在我们这个大高雄地区也好 有一个好的一个空气 让我们生存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我们的警察 警察我们最近跟那个消防局 我们常常看到尤其是最近报纸媒体 都在报导 呃 曾不久 我们有两位警察在执勤的时候 被撞 撞 被人犬的一个货车给撞死了 那更在上个礼拜啊 我们也看到报纸的报导啊 说那个消防局啊 的消防弟兄啊 在进盆工厂爆炸的时候啊 有五名消防人员在这个地方死亡 真的每一次听到这种消息 我们心都很痛 跟我们103年的7月31号的晚上 我们一心路 我们高雄气爆 死了那么多人 死了三十几人 那我们的消防弟兄 也因为气体他不了解 因为气体他有点舒服 整个过程SOP没有做好 造成了这个七八万 死了那么多人以外 我们的消防弟兄也死了五个人 那警察也在追逐这些歹徒的时候 也常常发生一些插撞啊 或者是被撞死啊 或者是撞到伤痕累累的 或者是常会的都很多 那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 那个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我们请何以堪 所以啊 我们也清楚 警察啊 在平常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量就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工作时间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那我们平常八个小时都已经觉得很累了 他们还要上班 上到这种程度 然后 有时候又遇到更繁重的一些工作 有时候十五个小时我想也有 就像我们北部常常有的陈抗 陈勤在抗议的时候 不眠不休 然后又要警民对质 或者是跟歹徒对质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在执勤过程当中的车祸 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当中 那他们的辛苦 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得见 我们也都很清楚 那他们的薪水 他们的福利 他们的一些家籍 我想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我想我们也必须要为他们做一些的一个争取 那还有消防人员也一样 因为他们勤募繁重 随时要等待工作 等待去支援 然后常常都是在那种大火的时刻 他们要去灭火 甚至要进去救人 所以他们的工作量 以及他们工作的危险性 真的都是非常的让我们担心 那他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福利 更好的一些金钱来作为鼓励 来支援他们 我想这个是我们单位 他们的长官的局长们 消防局长跟警察局长 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弟兄 来争取这一些福利 所以我当为民意代表的 我愿意站出来 为我们这些警察弟兄们 这一些消防弟兄们 我跟他们敬礼 跟他们说 真的你们辛苦了 那也希望我们的市长 你现在当家了 愿不愿意为这一些 劳苦功高的这一些人 来争取都市还重加急 那我们也很清楚 高雄市 高雄市 我们是第二个院辖市 那其他的六都里头 其他四都 他都是比我们高雄市还要慢 但是我们高雄市跟台南市到现在为止 居然没有环中加急的科目 人家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以及台中 早就有了 我希望我们高雄市 不一定 每一次都要跟人家屁股走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 就比别人更早的 因为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部署 我们关心他 我们要爱护他 来帮他们争取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请我们的市长 能够准议算 编列议算 给这一些消防局 跟警察局的这一些工作的弟兄 等一下我们也请我们的市长 等一下给我回答 我先把议题稍微讲一下 不然的话一来一往 我想我讲不到三个议题 那还有我要再讲一下 我一个资料还没有讲 就警察 警察这是一个认证部统计 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警察人员50岁以上 自愿借零退休 他们在2011年到2015年 平均的死亡年龄为69.76岁 相较内政部统计年报公布 年龄被死亡数 同期50岁以上 官民平均死亡年龄 75.84 少6.08 大 我想局长 警察局长 何局长 你应该很清楚吧 就说当警察的 好像在未来的 退休年龄的生活里头 好像生命上 好像会少了几岁 平均 我讲平均 这个是资料显示出来的 所以啊 你们更应该重视这个 都市缓重加急的一个给予 好 下来 好我要讲 凯旋四路 新的凯旋四路 凯旋四路 我也一直很关心就是那些夜市的一个 他们经营的好跟坏 我为的就是这一些 摊位的这一些 需要靠摊位来赚钱 来养家活口的这一些人 因为这个地方 从开始有夜市的时候 原来是非常的风光 人非常的多 可是后来政府的政策 让很多的观光客 不能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一直没落下去 那最近啊 就凤山的青年夜市啊 刚好土地人家要用 他们退出来以后就到这里 原来非常惨淡的这个地方啊 忽然间在这一两个礼拜啊 我们看到的非常的热肉 非常多的人进来 每一次我们跑到那边去 跑湯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感受到啊 那个道路啊 被塞的满满的 常常要跟他们做错车的时候 也蛮危险的 但是 我们总是想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契机 也可能因为这样子 这里会被做起来 让这个地方成为瑞峰第二 所以啊 我们也不急得说去做这个交通的一个管制啦 或者是处罚啦 因为我们愿意这个地方 能够有在方法的时候 但是啊 这个地方啊 因为有好几个停车场 有好几个停车场 那必须把这边原有的一个安全岛打掉 像这里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路口 因为这里面清雷夜市的停车场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两边啊 又有好几个 总共这一条路啊 短短的中山路到瑞兰路到那个班超路啊 短短的一段路 这个安全岛啊 已经被 呃 开了六个路口 被开了六个路口 那当然是有需要 因为这边 呃 有 路 要 要 就是说 有一些路啦 像瑞兰路啦 还有瑞田路啦 还有那个 嗯 班超路啦 还有一条那个不小的在附近 那还有这些做生意的 他们也需要停车场 那我算一下有三个停车场 但是啊 这个夜市的停车场 跟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 我们都有开这个 呃 岛头这个地方啊 这个 呃 安全岛啊 打掉 要让车能够进来 那这个地方啊 清人夜市的这个停车场啊 我们看到了 我这样画 不晓得你们看得懂 看不懂 就是说 进入 慢车道 要到停车场的 也有从停车场要出去的 然后从慢车道有机车 有汽车 机车啊 他可能要直接往那个搬超路 呃 汽车也有直接要往那个搬超路的 但是啊 在这个地方的两旁啊 就是说 呃 有一些啊 汽车啊 他就会临停啊 就是违规的停在这个 呃 旁边啊 那造成这地方一团的纠结 然后让机车啊 可能会跑到快车道 哦 然后快车道以后 又要转入慢车道 在这个快车道当中啊 呃 慢车道快车道 或者是呃 慢车道 一直没有办法进到慢车道 还要往前走的机车 或汽车 因为后面快车道的 执行的汽车啊 他同样一直在行驶当中 会造成这个地方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第二个啊 我也要提出来 哦 这个就是说 临停的车子在这个地方 你看 机车那么多 哦 那这个地方啊 也有一个停车场 哦 也有一个停车场 哦 那 这个地方 安全岛就没有打开 哦 那 这边也是 一个过去啊 是金钻的夜市啊 那夜市因为做不起来 现在就有 有 有人在这地方开 呃 汽车啊 可能中古车啊 在这边卖 然后旁边需要 需要停车场 但是他就是没有安全岛一个 一个 开 开啊 打开啊 让他的车在这里出入 他必须要从刚刚我讲的 青年夜市那边的开口进来 那这个也产生一些非常大的一个 呃 不方便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那经过我找了 呃 我们 这个交通局啊 来会看大家的抗法 就是说 不容 不 不希望说 倒 倒头太多 因为倒头太多 容易造成危险 车祸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车祸过 齁 就是倒头的地方 我是从小港 齁 进入 凯旋路 那有一些是凯旋路 直接进来的 机车 他要进入慢车道 那必须在倒头 在那个有开口的地方 做交叉的一个出入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 哦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出车祸 我也跟局长提过 那也感谢局长 马上去做了一些的补救 造成那个地方可能会减少 一些车祸的产生 那我希望 那一些我们 你们的同仁啊 就是交通局的这一些 不管科长 或者下面的人员 以及大家 包括 厂 这个 呃 我们的一些 呃 我们百姓啊 都认为啊 这个地方真的 可能全部打掉的话 会更安全 因为最起码 在那种车子多的时候啊 好 因为旁边又有停那种 零停的 或者是 那个违规停的 那你停了以后 旁边啊 你又要有车子经过 又要有机车通过 可能 这个地方是 就造成一个危险 好 让机车 尤其是机车 必须 跑到外面去的时候 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啊 希望就是说 呃 局长 你能够答应这些 岛 这个安全岛 能够打掉 我也希望 我们 养工处 呃 或者是 我们公务局的 呃 副局长 那个副处长有到吗 是不是 能够交通局同意打掉 啊 我们的养工处 公务局 来 等于你们来打掉 他们同意 你们来打掉这个 呃 安全岛 那这边哦 的道路 能够开放 哦 这个不是我讲的哦 这大家一起 共认说 打掉的话 会更安全哦 这交通局是专业的 哦 我希望等一下 呃 交通局长跟公务局长 给我一个答案 哦 好 下来 还有啊 很多人给我建议啊 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 在高雄火车站前面的公车站啊 因为我们现在在建设整个大火车站 呃 已经在 之前啊 已经搬离了这个地方 哦 到了这个四个点哦 做我们停公车的地方 但是啊 呃 这些人全部举在这里的话 我们原来的地方啊 有厕所 那我们搬到这里以后 哦 这四个点以后 没有厕所 哦 很多阿伯阿伯嘛 他要 要 要尿急 他没有地方去 这个跟什么一样 跟我们的轻轨 在里面 在里面 里面来站的时候 同样的 大家都里面单车的时候 那个轻轨没有来 大家尿急 大家就在旁边 躲着 在人家的房子前面 旁边啊 墙壁啊 就放油了就对了 齁 就在那边尿了 那尿的 人家那个地方啊 人家家 家里嘛 出来 就是品着尿烧味 所以都去跟里长讲 那里长就去找我 我想这个在轻轨 那个时候 我们也做了处理嘛 好像是 我忘记了 是 用临时 临时的厕所吧 我不知道 就有解决了 那我也希望 交通局局长 是不是也应该 为这一些老年人 不一定老年人 有一些人 就像我们那天公务委员会 开会一样嘛 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我还有办法忍受 但是有我们这些局长 就说没有办法忍受了 要我休息了 因为每个人的 被尿的程度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啊 都有可能 他们需要厕所 去上厕所 那有一些可能是小孩子 小孩子需要尿尿 小孩子需要洗手 小孩子需要什么 而需要厕所的地方 那我拜托 局长也考虑一下 是不是如果不能盖 因为这是临时的 但是听说也要四年 细当 那四年收长也很长 收不长也不长 那是不是 能盖就盖 不能盖的话 是不是也能用临时的厕所 找个方便的地方 然后让这些需要用到厕所的人 能够有地方去 那下来 我要讲到我们每一个议员 常常常会讲到的 道路重铺 那每一次道路重铺完以后 说真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股 非常的激动 都说 哇 那泡泡的 整个都是 很多人都会欢迎 泡到这里不好 怎么那么差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位议员 都会去碰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最近 我告诉我们的公务局 真的我去看了二圣路 去看了林森路 我们一口同声的 包括里长 包括百姓 他们都怎么讲 真棒 真棒 怎么泡得这么漂亮 我们从来都不讲这一句话的 我们就在这两条路的时候 我们真的 大家一口同声的 泡得漂亮 你如果在路边去问那些人 就对了 大家就跟你拼大头 我说真的泡得漂亮 就对了 那像啥 那像我做你说的 那像过温度的 那像过温度的 那像过温度的就对了 非常的舒服 看到铺完以后 非常的舒服的一件 的得势 那后来我们去了解 原来啊 你们现在铺路啊 已经加强了 有去抓水瓶啦 抓水瓶啦 所以哦 你和旁边 本来你如果铺好 旁边都是酒头啊 你知道吗 三両啊 对不对 我们秘书长 你最清楚了 铺了都就是这样 有到败的啦 那些人 那些人都要扫掉 都要扫掉 但是啊 现在不是 非常 连那些都没有 那边啊 路边就对了 鋪掉的旁邊沒有那些的 鋪的點面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了 既然現在有這一種功利了 聽說跟廠商也有關係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淘汰掉一些不好的廠商 讓好的廠商能夠進來 讓我們的道路能夠鋪上來的時候 是一個大家樂樂的 走在那上面也說 很開心的 可以 不要說要鋪很長的 鋪很大條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只要有需要鋪的時候 需要改善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種方法 就是去抓水平 是不是這樣 等一下也請我們的局長 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這兩條路鋪起來那麼漂亮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非常感謝公務局 尤其是我們的養公處 你們真的出門 像人家說的 油煙醬米處 你們大家都要喝館 大家都要養護 大家都要喝養 大家都要喝養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百姓也是要求的不大 不是說你們就要去三個給他們 大部分的人享受的就是這一些 對不對 你們最高的不會吵 你們的道路邊 對不對 你們路頂的道 你們的手 把蝦麥整頭都在手上 把蝦麥 就很簡單 那就是你們這做好 他們就很高興 對不對 你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二聖路 你再看什麼你知道嗎 人孔蓋 這個很白耶 不說要上車 你車撞到會蹦蹦 很白耶 這人孔蓋啊 這裡也是啊 這裡也有一個 都白的你知道嗎 這二聖路 這個二聖路 這個二聖路 真的很漂亮 你們怎麼可以看 看 跟你們說話啦 公務局 我會跟你們說的好的 也要跟你們說話 你如果看這個 你看看 這補的啦 補了整個都照顧了 這里長自己在那裡 都照顧了 因為大家卡丁尾去賣 理長賣到要死 為什麼 補一個 那個 賣的地方 補了整個 都 刷子 大家 照顧不是刷子 洗了刷子 大顆的 不可以說說 大顆照顧 大顆的 那些 洗了照顧 這樣就對了 整個都是 整個照顧 你怎麼知道 照顧非常多 照顧 所以 我是做比較啦 我說好的廠商 跟不好的廠商啦 好 那我也提出來 有幾條路 還是要 拋譜 連江街 陰德街 瑞翔里的 胡翔街 陰德街 佛公路 草葉 和長街 和城街 高坪五十八 高坪六十六路 六十六路 店長 里 店長路 還有 這個 興義二路 好 這裡 這張 柱子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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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斜的就對了 現在 它大到這樣 這裡剩差不多 八十公分 這樣 是不是 那個 那個 要歪這裡過 不可以過 那個 那個 殘葬車 要經過的話 經過不了 而且 旁邊剛好 一支 路燈 上面路燈也遮住了 看不到了 這台 這支 然後 所有的指示牌 也都看不到 都被遮住了 是不是能夠移植 我們沒有說要砍掉 我們是說 能不能移植 到別的地方 讓這個地方 能夠寬敞 讓那個 殘葬車 能夠出入 好 我再來講凱德街 凱德街 真的我講了N次 從99年 講到現在 107年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從過去 全部都是矮的那個房子 到現在 到現在 這是過去的一個 一個 過去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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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在後面有一些房子 大樓已經蓋了好幾棟了 然後又有新的大樓都在蓋 就是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過去 這條打開的話 就是在後面 這個大樓都蓋了 然後 後面一點的也蓋了 然後又有一大塊 又 那個 廠商也在蓋了 建商也在蓋了 所以這個地方 要繁榮 就是路要通 才能夠讓 這一些建設公司進來 來蓋房子 讓這個地方 這也算起來 現在輕軌在那邊通過 輕軌在那邊通過 是不是 我剛剛講的 在那邊尿尿的 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個一個裡 那我們是不是 這個地方 也應該要做一些的 這個道路的一個開闢 讓這裡 能夠 帶動 起來 能夠繁榮起來 不然這個地方 就看起來就像 超級地方 就對了 因為你路沒有去看起來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 非常 這個 拜託 我們的 市長 我也非常的感謝市長 在幾 差不多十一年 十年前 這個地方有一條路 就是這一條路 就這一條路 原來就是 這一條路 那個 市長 這一條路的原來 一條路 我剛才一台 可以進去 裡面 裡面發生 飛災 裡面 只有一台 可以進去 那個什麼車 都進不了的 那因為你的 英明 市長 你的英明 跟市長講了 馬上去把這一條路 打開了 所以 我一直都 懷著感恩的心 說 因為 有你 才有這一條路 打開 所以 也在這裡 拜託 市長 你把這一條路 打開 讓他們這裡 後面都已經打開了 很多人 這是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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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沒有問題 這樣 再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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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都不做 你知道市長 這個時候 他也有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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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自己做 然後 我也 我領先 開大運 一日 江洛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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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彥議員 鄭麗彥議員 我來整理一下剛剛幾個 你有點名的局處 環保局 警察局 交通局 公務局 還有哪一個漏掉 環保 警察 交通 公務 還是統一要由許利民市長來回答 他不曉得知不知道 給他回答 如果不夠我們再問 跟議長跟鄭麗彥報告 我不會不知道 我很用心在聽你的這順 那這個部分我想馬上去看 就是擁管處馬上去看 當然這應該是青仔 這是農宿 這應該看起來有點年紀了 至於說它影響到通行跟無障礙設施經過的部分 這我請養工處馬上去看 馬上去處理 剛才說到兩項比較大的部分 我剛才把整議員報告 對於這一個警銷的繁重加急的部分 他不說看到在意外 老實說真的都非常的心痛 其實我這幾天一直很密集在跟我們的 警政署的陳嘉欣署長在聯繫 那因為基本上牽涉到這個 警銷人事制度加急的部分 坦白說我還是希望這個要有中央統一來規定 不要讓各縣市政府在逼誰 逼誰比較近警察 誰比較有錢 我認為這都不對 中央統一規定 你地方該出多少比例的錢 中央該出多少的比例的錢 這大家講清楚 你今天好我高雄是放的 那剩下台南怎麼辦 那如果台南也放了 六都全放了 那非六都的縣市怎麼辦 他們說這不是一個制度 長久以來的一個好的方式 但是我在這邊 除了一方面希望中央 還是要正視這個問題之外 我們當然也非常體恤 我們警銷所有基層同仁 我願意來 我現在一方面和中央在討論 我一方面也在找那個萬年的財源 那我們希望 一方面跟中央爭取 二方面我想對基層 我們的遠景跟我們的打火弟兄的照顧 我想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盡全力往這一個方向來努力 那剛講那個 那個應該是 進境的編號應該叫 李亞來二十一號道路 就是縣德宮那附近 那個的確是 特別說不是說我的公路 那個是市長 其實看到當地 那裡的總控 我想我們都兩家 那個對消防救災絕對是非常不利的 那這個狀況 是不是 不要說開那邊 這邊 老實說我們會來考量 東秋我想道路開闢 第一優先都是救災 你如果對救災有危害的 那我們一定列為第一優先下去處理 這條我會再進入去看看 我記得那一條二十一號道路大概花了兩億 那差不多 今天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情 那 另外 我想 這一個部分我拜託交通局去評估 因為這個的確 整個火車站 鐵路地下化之後的 這一個 整個高雄火車站的站體 這個絕對是高雄未來非常重要的門面 但是你不能講說門面 就 這個有一些 這個名聲上面所需要的設施 就完全不要 那 這個要看 這個臨時停車場的 這一個 不是 後車站的這個腹地 也不要說 我拜託交通局在這兩個站體上面去看一下 我覺得老人家 或者說 那個的確是有需要 我覺得的確是有需要 但是 是不是整個 不管是旁邊的景觀 或者說 會不會影響到 人家的站體在做行李 還是說 甚至我們可以協助旁邊的便利商店 如果他有 這一個 這一個 廁所 比較舒服的廁所可以提供的話 我覺得這個都是方向 拜託交通局去 那至於這個 青年夜市 就是之前的這個金鑽夜市跟周遭的這個部分 我請那個 特別要請金鑽夜市跟交通局一起去看 他們說 老實說 這個青年夜市移到這邊來 我希望在這上面多一點的協助 當然交通的安全是必要的 但是也不要說好 我今天一過去然後就取締的 什麼那個 當然這樣說不一定很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要讓金鑽夜市跟交通局一起去看 就是說 那一個夜市的地方 我們希望他做得起來 那做得起來跟交通安全其實是要去兼顧 就是要去兼顧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要拜託 那包含這個是出租業者 那個汽車的業者 我拜託去金鑽夜市跟交通局共同去看 那我想 曾議員大概 這順的部分 我想大概就是很 很 我想 對雄幹柱來說 如果整個 不管是道安匯報 或者說交通局做出應該要敲除的這個決議來講 我想 我想這一個養公署一定會配合 那去看的時候也就養公署這點 好不好 議員有沒有其他的要補 其他官員要補充 都可以了嗎 環保局剛剛有問到 議員沒有其他要補充的協議 我幫助很聽 議員的其他要補充的協議 我真的要先聽 警察局剛剛那個 警察局局局長 警察局局局長 市長已經回答了 交通局的剛剛市長也有回答 剩下環保局議長 請蔡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的關心有關於高雄空品的部分 高雄空品這個部分空氣品質 其實除了我們本地的相關的三個 其實還有一部分是我們氣候跟東北季風的部分 所以其實整個以我們台灣來說看起來 從北到南的空氣的汙染的一個嚴重性是逐漸地增 所以其實跟議員報告 我們高雄 你剛才有說到PM10這個部分 其實在100年的時候 我們高雄的12個測站 高雄有12個測站 完全都沒有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到了去年剩下兩個測站 10個測站已經符合了空氣品質標準 其實相關的空氣的汙染都在改善 臭氧的部分 臭氧的部分 剛才你是沒說到 已經改善20年 到9年 符合我們國家的標準 是 是 我剛才跟你說PM10 其實議員不是啦 不是 不是 我們通計的政言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說 包括PM2.5到PM10 不是啦 所以其實我們看空氣的拼一個部分 也就要看空氣拼一個改善的一個狀況啦 所以 比如說我這樣比一個 去年的1月到3月 3月 到今年的1月到3月 這兩段時間來比較 去年的紅海是29天 今年1月到3月 紅色警戒併15天 所以我們相關的整個空氣品質的改善 目前其實是持續都在改善 不關是PM10 PM2.5 這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如果說以PM2.5來說 對民國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五年 這段時間改善百分之四十三 這相關的所謂 其實這都有相關的監測的經驗啦 不過 其實聽說 還有很多的我們要再打拼 就更努力 雖然它有改善 我們再打拼就更努力 所以這個部分包括尖對 就是進改善就要多管齊下啦 包括工廠這邊 我們要求新南電廠 他當天的時候 你要減煤百分之二十 這也做到了 高雄市2300控備者燃燒設備 我們在今年的七月車 他開始要符合天然氣的標準 這也已經立法好了 中央都合定了 這我也在虐 也在追蹤 他的一個政行 街路的這些汽機車 二行電的歐巴 連續兩年 我們最多 八萬台以上 柴油車的一個汰範 我們也是最多 去年一千兩百幾台 所以這部分包括工廠的部分 包括移動污染源 這個我們多管齊下 現在認真在做啦 所以 坦白說還有很多 要再打拼 要再努力 謝謝議員的關心 好 謝謝生理院議員的質詢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